其中选举要到了很多很好的候选人 我打个比方啦,他不是候选人 例如佛州的州长Ron DeSantis 他就是一个很会利用时事 政治头脑很好的人 那跟他完全相反的 就是对于这个时事完全状况外的 今天要讲这个人的名字叫做Baito O'Rourke 民主党在德州推出来的州长候选人 他这个人呢,选参议员选输 然后呢,去选总统选输 例如现在他要去选德州的州长 Game Over 先来看看民主党为什么要选他出来选州长 你以为你在选加州的州长啊? 你以为你在选纽约的州长啊? 如果他会当上德州的州长的话 只能证明一件事 就是一定有选举舞弊 德州人会选一个来夺取自己枪的州长 maybe in a people's republic of america 那么现在呢 现在这个pro-life反堕胎的运动 是全美国最夯的社会运动的瞬间 然后堕胎组织的丑闻不断 各式各样的恶行被爆出来的时刻 这位人兄上全美国最缺德的节目 The View 算是美国版的WTO姐妹会吧 没有什么内容 然后让美国左派自我感觉良好的节目 他上了那个节目说要 废除所有堕胎的限制 I do want to press further because you're a progressive hero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around the country who admire you and your leadership do you believe in any limitations on abortion whether it's the third trimester or up until even the final months, nine months I think Roe vs Wade which we should remind ourselves is still the law of the land today is the reference point that I would look to and the way I think I can best express this is that I trust women we should all trust women to make their own decisions that are in their best interest for themselves for their healthcare and for their future that's the way it's been literally my entire life I'm 49 years old I'll be 50 this year but 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going forward but let me just finish this point super quickly in Texas under Greg Abbott's watch 100 kids lost their lives last year in the CPS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system in Texas under the care and the custody of the state of Texas if he cared about life he would have cared about those kids but he cares about political points and control and power over women's bodies he loves his guns that's right 太噁心了吧 太弱了吧 他說pro-life的人不在乎孤兒院的小孩 oh 如果 Greg Abbott真的在乎生命的話 那他應該早就殺死那些小孩啦 如果在乎小孩的生命的話 就應該讓他們 在還沒有呼吸之前 就直接被分屍啊 這個樣子才叫愛惜生命啊 這個人提到孤兒院幹嘛 請找一個共和黨的人說 我們的孤兒院系統超棒棒 超完美 脑細胞死光了嗎 遇到這種人的話 你就要跟他說 你轉移話題幹什麼 我們在討論墮胎耶 然後你對於墮胎的看法 噁心到 你自己都沒辦法辨解 完全沒有民主的推行 而且也道德沦喪 所以你自己都不想提起來 如果要來講孤兒院的話 那我們就來講孤兒院 我也希望孤兒院系統可以改革 我們應該要讓那些 想要孩子的父母可以更容易的 而且不用付這麼多錢 還有手續費 就可以領養小孩 而且我希望離婚這個制度 可以變得很困難 我可以想到 好多好多的事情可以改革 而且幫助這個國家 我希望可以改變我們的工業 讓美國的工業能力再次偉大 我希望可以改變對外的貿易 不要讓美國在國際上一直吃悶虧 只要是2020年選川普的人 都有同樣的希望 可以幫助到美國家庭的想法 然後像Battle or Road 這些民主黨人 他們什麼都不想 他們只想要讓家庭崩潰 然後裡面那個Joy Beihard說到槍枝管理 我最喜歡的議題就是槍枝管理了 要不是我們的觀眾都是華人 對槍基本上是反感或是無感的話 我如果有時間 而且有精力的話 我願意開一個頻道每天在講槍 但是他們不想要討論這個問題 他們會提到這些東西的原因 純粹是因為他們不想討論墮胎 因為他們要的東西 小孩在出生前的前幾秒都可以殺死小孩 或者小孩出生28天內都可以殺死小孩 是一個沒有人要的東西 是一個邪惡的無恥的 而且跟女人的自由沒有任何關係的東西 Battle or Road 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政治洞察力的一個人 如果任何人想要參政 例如秦政國市長 還有Burton Brink 我們這些Local的政治人物 你們只要做的跟Battle or Road 完全相反的事情 基本上就會有很高的可能性會當選 因為這個人真的是腦子不太清楚 好我們來看一下比較好看的節目 Joe Rogan的節目 他在上面也提到墮胎 我覺得他的看法是絕大多數 目前美國人對於墮胎的看法 他對於墮胎的看法是 我絕對支持女人的自由選擇權 但是 他對於墮胎的看法是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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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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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我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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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為醫療的原因 對嗎 那女人可能會死 如果她給予生 是一個決定 那些人必須要做 如果回覆 你回覆 你覺得 你最喜歡的部分 是個肌子嗎 啊 我知不知道 我知不知道 你最喜歡的部分 是三個 你知不知道 我知不知道 我知不知道 你最喜歡的部分 观点是可以完全被理解的 而且是被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接受的 同时也是一个最灰色地带的 而且最错乱的观点 Pro-Life反堕胎的观点是 如果人的生命是有任何价值的 那么在一开始是受精卵的时候 就已经有价值了 我们就应该要维护人类的生命 这个是有绝对的定义跟解释的 那么支持堕胎的人呢 就是那些真的支持堕胎的人 如果他们跟你诚实说的话 他们会说是的 小孩是小孩 小孩也是人类 但是我们要的是 女人对她的身体有完全的自主权 如果女人要跟男人一样平等的话 就必须要跟男人一样 有完全的身体的自主权 那么这个女人杀掉一个 寄生在她身上的人 也应该是属于她的自由 这个想法是一位叫做 Niami Wolfe提倡的女权主义的想法 我觉得这样的观点很恶心 很邪恶 但是也是一个有绝对的定义跟解释的观点 所以说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观点 Joe Rogan的观点是一个就是 我可以了解为什么很多人认同 因为我不想要规定女人可以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她们要做什么事情是她们的事情 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 那个就是一个人了吧 一个婴儿了吧 然后杀婴儿是错的吧 然后她请来那个来宾就很白痴的那边开玩笑 你在母胎里最难忘的经验是什么 然后Joe Rogan就嘲笑他 那你三岁的时候最难忘的经验是什么 那你三岁的时候我一枪毙了你 OK吗 就是你怎么会提出来一个这么弱的理由 然后她说一堆细胞在一起跟六个月大的胎儿不一样 但是问题就是 一堆细胞跟六个月大的小孩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该讨论的东西是 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生命 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人 一个东西有没有生命 跟一个东西是不是人 这两个问题比有没有手有没有脚有意义的多了 的确那些也是有小小的不同 但是那些都是表面上的东西 Joe Rogan问的问题 很接近到了值得讨论的地步 而且他也已经发现那些支持堕胎的政治宣言 全部都是肮脏的狗屎的思想 所以现在当你遇到像Joe Rogan这样的人 也是美国绝大多数的人 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 你要不要为了你的道德价值观而付出 你要不要维护你对于人命生命道德的维护 你要不要为了无辜的生命站起来发生 而且不要害怕其他人的攻击 这个星期五 Neezy Nails将会首次在Morovia Old Town下午的 Farmers Market摆摊 想要试用一下Tenfree的指甲油 跟一般的指甲油有什么不同吗 欢迎5月20号星期五下午去 Old Town Moorovia试用看看 Neezy Nails无毒无害快干 颜色又饱满又丰富又众多 在网路上看到的颜色不够清楚吗 欢迎当天亲自去看一眼 我当天也会在那边帮忙 520是个只有年轻人在过的节日吧 我爱你 怎么这么肉麻 不过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 跟自己的另一半出来走走呢 重新回到年轻的时光 总之 Neezy Nails希望大家这个星期有个 有个轻松的下午 一起去 Old Town Moorovia 走一走 然后购买漂亮的指甲油吧 去之前也可以上 www.nijila.com 看自己喜欢的颜色当天购买哦 看自己喜欢的颜色当天购买哦 immers单老年轻人р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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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by bwd6